看一下我身后 小溪断酒了 河床漏出来了 之前干旱翻鱼的时候 意外发现几块奇怪的石头 我觉得蛮好看的 也叫骑石 今天 这边是彻底干了 就只剩下这么一点水了 从头下就基本上都干透了 看这里啊 我来看一下 看这里啊 这里是产骑石的地方 我来看一下 哇 这是 看这上面很多纹路的 然后这边这个看到没了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它主要是 像这下面这里 一粒一粒的 这个要用水洗过后才这个 那它这个石头 哦 表面太尖锐了 这个要发洪水过后 就有石头会冲出来 这里 看有没有 都是类似这样子的 看有没有这个石头 然后这边 这是现成的 一个甲山石 不错 然后这边 这有一个 就是一个现成的甲山石 这个石头 这里的石头就是 蛮多的 哇这个石头漂亮 这个之前我好像 剪鱼的时候和大家介绍过 这个石头 哇 很漂亮的 这全部都空了 里面 然后这一块 一般般 看下面怎么样 哇 哇 哇 这石头漂亮啊 哇这个漂亮 哇 这个太漂亮了 那点蛮多漂亮啊 哈哈哈 你玩啊 我看点 这个太漂亮了 再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一下 这个表面 有这个结构 哇 看这些全是镂空的 看到没有 镂空的 很漂亮啊 这个石头 也不耐哦 也可以 都可以用的 这一块 然后 这一块一般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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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块也一般般 嗯 这边的车是测过沙滩的距离 好大吧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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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1 1 1 2 1 然后这边总的来说还不错 也不是那么丑 也不是那么好看 反正能用下去 现在把这些石头运到公路上去啊 我那个皮卡是走不了的 这个小溪滩的 因为这个路面一点不平整 因为越车还可以走一下 这样的路面 就算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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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石头不是太好看 看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 算了这个石头不要了 今天来看 大家看这个石头怎么样 这个表面看一下 凹凸不平的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石头 这上面也没弄坏 不管了拿走 我去啊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还可以吧 听到没有 很清脆的声音 这个石头的硬度 蛮大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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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看一下 捡的半车 半车骑石 我和小孩两个人累得要死 这个石头 不要看这么小 其实是蛮重的 这个石头 刚刚大家应该听过声音了 很清脆的 像这些地方啊 都是水流 经过很长很长时间 慢慢冲刷形成的 这些很多孔隙啊 真的挺好看的啊 想不到今天有这么多生活 主要是那个地方比较隐蔽 然后的话 我们当地没有村民捡这些石头啊 像你单独去捡的话 就像今天我一样 看 捡了这么多 真的太棒了啊 这个 绝对是 赚大法 这个石头好的可以卖很多钱的 现在运回养殖场 我以后坐院子的话 这些石头就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